民眾穿雨衣走在路上 下一秒旁邊的老樹不敵強風 硬身倒下被連根拔起 場面相當驚人 換個角度看 民眾眼睜睜看著路樹倒塌 就怕被波及 嚇得倒退好幾步 又突然蹦一聲 然後就被驚訝了 然後想說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突然發現 很狀況的畫面 我在家裡 聽到旁邊有很多街道車 出來看局長 差不多四十年了 回到現場 可以看到這個將近四十年的老樹 是整個被連根拔起 那現場已經拉起封鎖線 而且地面也一併被掀開 事發在3號上午 台北士林成德路四段 路樹倒下時還有勾到電線 相關人員進行清理作業 不敢大意 由於路樹相當高大 出動了電鋸和吊車清除 而同樣在士林 也有另一起倒塌意外 一旦公車剛開過 旁邊一顆長十公尺的路樹 被封連根拔起 直接斷裂擋住馬路 後方轎車也趕緊剎車 插一步就被砸到 第一個時間就趕快打給派事 所請求支援 先圍管交通 路樹倒在路邊 影響三線道 相關單位趕緊到場 進行清理 光是台北市 就已經倒了22棵樹 而在新北新店區 也有路樹斷裂 直接砸向機車停車格 造成8輛機車毀損 去公所人員派怪手將樹木夾起 雙北路樹接連倒塌 好在沒人受傷 颱風來襲威力不容小覷 就怕又有災情傳出 相關單位繃緊神經 全力備戰 三線新聞 孟華林韻君台北上報導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實這一波風雨當中 有地區淹水 還不光只是因為下雨 還包括了這個天文大潮 因為受到了超級月亮的影響 帶來了大潮 導致台灣西南部沿海地挖地區 真的是災情頻傳 像是雲林的博子鳥漁港 就被海水淹沒 連鄰近的加油站 都被大水給包圍 而北台灣基隆遇上了漲潮 導致基隆港海水倒灌 而東部地區花蓮港賞金碼頭 距離滿潮線也短短不到一公尺 部分的遊客 趁著天氣還不算太惡劣的時候 還拼著趕緊出航 超級月亮 從美國紐約曼哈頓的天際線上升起 高旋夜空又大又圓 台中福壽山農場 則陸下罕見藍月 月亮引力與潮際息息相關 帶來天文大潮 雲林沿海地區海水倒灌 博子寮漁港滿溢海水流到雲林區漁會 附近加油站成了大水池 兩個階梯剛剛最滿的時候兩個階梯 加油站被大水包圍水深超過二十公分 民眾說三十多年來未曾見過此景 家庭不是有疲惡嗎 還有陰嗎 沒有陰嗎 沒有陰嗎 我剛才在那邊 那邊 那邊來 來 來到法國 很快嗎 對啊 來到法國 陰嗎 花蓮渔港赏金码头 见到满潮线 距离码头只有不到一公尺高度 约两百名游客 把握天候不算差的情况下 搭赏金船出航 受台风影响又碰上 涨潮基隆港海水倒灌 民众无奈拉起库管 涉水行走 也有店家一打开铁门 水往家里冲 满久没有淹成这样子的 淹门真的是超严重的 高雄游早餐店 产成淹水受灾祸 门口搭起水泥十块路 就怕客人进不来 搭起到那边看到 水满都满出来 大家都掉头了 超级蓝月引发超级大潮 各地地势低窪处 首当其冲 淹水酿灾